在我们视频展示的头像已经是显示出来了 那么显示出来之后 我们这节来讲一下这样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现在点击白色的小人的图标 我们是查看当前登录者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边一个头像是亮着 那么其实就可以代表我们当前在使用APP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视频发布者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那么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关注这个用户 取消关注这个用户 这个用户的他的一些粉丝数量 我们都可以去看到 包括他的一些作品等等 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的 另外的话我们其实看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当前用户没有登录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里做一个限制 我们也是不会让你去看的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个页面级的一个拦截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一节的话 把这个功能进行一个来做一下 那么这两个其实页面 这个页面和这个调整的页面实际是同一个页面 我们只是可以进行一个共享 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多一个页面去进行一个复制码 然后我们来写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页面 因为在头像部位的话 我们已经是绑定了一个世界码 叫做show publish 我们拷贝一下 拷贝到我们的页面里面来 拷贝到这里 我们就把这一段代码复制过来 然后在这个里面进行一些相应的修改 然后这个我们改掉 这个的话是我们获取视频的对象 然后的话 我们找到我们需要跳转的页面 是我们这里是mine 个人信息一面 我们拷贝到这里来 拷贝到这里来之后 我们需要有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publish id 就是一个视频发布者的一个用户 id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直接从对象里面去获取 那么这样子我们这个url已经是构建好了 只需要在我们的mine.js 它的unload的世界里面去把这个参数给获取一下 就ok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要把这个我们进行一个完善 就是说我们一个回跳的一个地址 就是direct url 把这些全部都改掉 那么这样子就ok了 然后的话user id这边是用宇宙判断的 如果说不行的话 我们就跳转到登录一面 好ok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现在这个方法已经是ok了 接下来到我们的mine 我的个人信息一面里面去把这个参数进行一个获取 我们到mine.js 进来进来的话 我们找到unload世界 那么目前的话 我们连先做的做法是直接在这个地方 把我们当前的一个登录者的一个用户id给获取 然后直接去进行一个查询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修改 把这里我们改一下 我们改成一个参数的名字 叫做params 改一下 那么我们只要从这个里面去把它的参数给获取 publish id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取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判断 判断这个是不是和我们的mine.js是相同的 首先的话我们要判断它是不能唯空 好如果说不有空不有空字不算这些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就应该把当前的一个用户id我们就应该付给它应该到这里来进行一个传过来那么我们所以说在指出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把这个用户id 把这一段代码移上去 移上去之后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定一个user id 等于我们的当前的缓存里面取出来的这个id 那么这个id拿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默认值就是我们从缓存里面去拿的 如果说它不为空 那么不为空的话 那么就说明我们是要去查视频发布者的用户id了 那么所以我们用户id把publishid复制给它 然后我们把这个user id放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那么然后它在这个地方就会去进行一个 到后边我们去查询我们的接口 去把相应的信息给查出来 再放到我们的一个应用上 那么现在我们保存一下 这样的效果代码已经是基本完善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我们现在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之后 那么我们点这个用户的图标 点一下 那么跳转过来 这个用户信息其实都已经是 展示出来 因为我们其实当前的登录者的用户信息 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注销一下 注销一下之后 我们重新来进行一个注册 我们注册 随便我们注册一个账号 比如说abc 注册一下 现在这个是已经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abc123 这个是abc123 注册一下 注册成功 那么现在也进行了一个跳转 可以看到他跳转完之后 他其实当前的一个登录者 就当前刚刚注册完的 已经是也已经登录了 那么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个人信息 那么他也没有头像 这个昵称也是自己的 然后的话我们来去点击 这个视频发布者的这个头像 那么点一下 可以看到当前 我们就把这个参数带入来 去进行一个查询了 然后的话 就是他的头像和昵称 在这边都已经进行了一个展示了 然后他的粉丝数 关注数 货赞数 全部都在这里进行一个展示 那么只不过我们下面的功能还没有做 我们做完了之后 那么下面的列表 他其实他的作品 关注的一些等等的一些视频列表 我们也都会去展示出来 好 那么OK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视频发布者的 他的一个信息的页面 那么然后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做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头像 这个头像 现在我们点击进来之后 我们没有做判断 那么你还是可以去点击 就是说当前用户还是可以去点的 那么点的话 头像会进行一个上传 那么其实这应该是不对的 另外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的话 我们上传作品和注销 就不应该显示 我们应该显示的是一个 关注 或者说是关注 这样的一个按钮 让当前的用户去做一些相应的操作 好OK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到下一节 再来进行一个讲解